保養圈也有流行趨勢 玻尿酸、膠原蛋白、鱼子、冬蟲夏草、天然高效 你知道是哪些品牌在带领这些蜂巢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你不要以为只有服装跟彩妆才有流行蜂巢哦 其实美妆圈的保养成分也是有流行趋势的 今天我就要来揭晓七个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的保养蜂巢始组 是他们创造了别人的跟风 让美容圈更进化哦 香奈儿奢华极萃能量太精录 不用我多说啊 其实香奈儿光这香奈儿这几个字就可以创造跟风 在保养圈里面啊 就是大概在十几年前 他就推出了一个全黑的那种保养品的包装 像那个时候啊 可能很多保养品牌 他们的产品包装都可能是白色或者是粉红色或是淡蓝色 是香奈儿第一个用很深的颜色的黑色的瓶子来做保养品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震惊 那像这个啊 钛金露 它虽然不是全黑的包装 可是它这种很低调很沉稳的黑色 也是变成一个香奈儿很特殊的一个设计风格 那这个钛金露啊 其实它是晚上用的一个精华露 只要每天晚上涂抹啊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进入到一个正规循环的状态 那这瓶钛金露啊 其实你看其实我这手上这瓶 我已经用掉了一罐真的非常好用 那它的质地我觉得很特别 它虽然是精华液 可是挤出来啊 它是一种就是一种凝露的状态 就是很像凝露 可是你不要以为它是凝露 因为它一推开来 你可以感觉到它很滑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精脆油的微低分子 所以你擦完之后啊 就好像有擦完像那种 很精细的保养油的那种柔滑感 受到伤害的皮肤 然后回到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那我特别要讲的是啊 因为像这种就是比较高单价顶级的产品 它们其实都是比较利用那种很珍稀的成分 跟很高科技的技术来完成 因为现在讲求就是永续环保嘛 所以它们这一瓶在制作的时候啊 其实是利用到绿色环保的方式 使用法国皇家橙花 跟马达加斯加岛的五月凡宁兰 然后再利用环境友善的一个容器去做发酵 所以还可以萃取很高很高的浓度 那用这个方式做啊 其实还可以同时降低那个电量的使用 所以减少碳排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顶级产品 就是为一个地球永续做一个 很好很好的先锋 小香好像不是只是顶级奢华 它其实为地球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友善 永续的行动 要说到王室成立的保养品牌啊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Lepary Lepary啊是在1931年 由当时的那个德皇斐特列三世的孙子创立的 一直到1987年啊 因为那个Lepary的实验室的科学家 他们有一次啊去俄罗斯员工旅游 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俄罗斯的那个小渔村 为什么大家这些渔民 他们的皮肤啊都很年轻 就是感觉说到底他们吃了什么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们吃了 那个西伯利亚的熏鱼籽 这个鱼籽的这个东西 让他们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年轻 所以科学家就想说 鱼籽既然是可以吃来保持年轻 那我可以用来研究放在保养品 所以他们就开始大量投入鱼籽的研究 那其实鱼籽是一个活性非常高的一个成分 它其实保存很不容易 大概30分钟就会变质了 然后另外如果你要吃鱼籽的话 其实你还不能用那种金属的汤匙 还要用那种贝壳的汤匙才可以保持它的活性 所以Lepary的实验室的科学家 就经过了就是很认真很认真的研究 终于就是推出了就是含有鱼籽成分 这种活性成分很高的鱼籽的这种保养品 其实Lepary它真的是始祖 那其实Lepary之前用的鱼籽 其实是在法国养殖的一个西伯利亚的鱼籽的鱼籽 一直到去年他们升级了这个黄钻的鱼籽精华 他们就把鱼籽的养殖改到就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去养殖 那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想说要控制这个水质跟环境 所以他们虽然是在瑞士养殖这个鱼 可是呢他们可是是从那个阿尔卑斯山的泉水 利用车子一车一车的把水再去那个养殖场 让那个鱼籽可以拥有很好的水质 所以他们这样控制水温啊 控制水质控制水池的含氧量 可以让养殖的鱼它的健康更好 可以萃取出更多更丰富的鱼籽精华 大家看一下它就是外面啊 就是肉眼看到有一颗一颗黄色的 其实它就是它的鱼籽 像很多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会出国 去那个免税店买这个精华 然后它就直接用了 其实它用了用到一半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好像效果还不错 可是好像没有额紧致的感觉 原来是啊 它其实里面是双管设计 它里面啊其实是精华液 然后外面是鱼籽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摇匀 把它摇匀之后呢 就是会有这种水乳的感觉 淡淡的白色 它就是把它的精华液 跟它的鱼籽混合了 你这样使用完你才会有 就是享受到精华液 跟鱼籽拉提的效果 它挤出来是那种带有乳白色的 一个很清爽的精华液 那其实它的味道就是 Lapari就是很独有的一个贵妇的味道 你擦完之后啊 其实你的皮肤会变得很有光泽 就是很有拉提的效果 迪奥金翠在身光灿静白精华 台湾女生啊其实都蛮热衷美白保养的 然后呢因为美白保养啊 它里面其实就是加了一些维他命C啊 或者是酸类这些产品 所以大家会觉得美白产品就是比较具有疗效性的保养品 那相对来说有一些比方说皮肤比较敏感啊脆弱啊 容易泛红的人就不敢用美白的产品 因为怕会带给皮肤太大的刺激 那其实Dior啊是最早提出 就是敏弱肌肤也可以拥有很好 有疗效的美白的精华液的品牌 他们就标榜就是敏感肌敏弱肌 做完医学美容疗程的人 他也可以使用到这个美白精华 因为他使用的都是比较温和的花质的成分 来代替一些比较强效性的酸类 所以他有一个温和美白同时又有效果的 Dior呢他们就想说我想要从花朵啊植物 这种很天然的植物成分的来萃取生产这个产品 所以其实Dior花园啊 他们在全世界就有收购了很多的 就是种花的种植物的这种Dior花园 他们所有的花质的成分都是出自于自己的花园栽培 那这个美白精萃啊 其实是在今年有升级版 他除了使用原来的白玫瑰跟白色花朵的成分之外 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净白之外呢 他今年呢还增加了日本白神山上面的白神花 那这个白神花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健康 所以居然是敏弱肌肤 其实你用它也没有关系 而且你的皮肤会散发出自然透亮的效果 躲墨利扣乳霜20 这很多人都知道啊 如果要让皮肤年轻滑嫩 就是要吃胶原蛋白或者是喝胶原蛋白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人擦胶原蛋白 但是你知道吗 到底是谁才是最先把保养品放入胶原蛋白的呢 那就是躲墨利扣 其实躲墨利扣啊最早最早在日本是药厂起家 其实他们在70年代发现啊 就是有一些烧烫伤的病人 那医生呢就会帮他们擦那个胶原蛋白 那胶原蛋白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再生新的组织 那如果我把它放到保养品 应该会有很好的保养效果吧 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啊 躲墨利扣就第一个 把胶原蛋白放到它的保养品里面 那那个时候啊 其实它里面放的是5%的胶原蛋白 所以他们的第一代的这个乳霜是写乳霜5 那因为效果其实很好 后来呢他们就继续研究 大概在两年之后他们就推出了这个乳霜20 就是躲墨利扣现在最明星的产品 里面放到了最高浓度的20%的胶原蛋白 一直到现在啊 经过40年了 这个乳霜20一直是他们 就是躲墨利扣的明星产品 到今年刚好也是第二十代 躲墨利扣最早的胶原蛋白啊 其实是使用来自德国的那种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那现在啊已经转成海洋性的胶原蛋白 就是他们利用鱼皮跟鱼鳞来制作胶原蛋白 它分子非常的细小 很好吸收 而且可以在肌肤上发挥很好的痰润效果 它挤出来啊 是一个膏状 你好像感觉很油腻 其实不会 因为你一涂开来 它就是慢慢的化开来了 然后我想要说的是 因为这支乳霜 其实在去年有升级 它升级为日本厚生省认证的医药部外品 那你知道什么是医药部外品吗 医药部外品就是介于保养品跟药品的中间 所以它是真的有一个很好肌肤的年轻蓬润的效果的 如果你喜欢躲墨利扣的话 你可以使用其他四个产品 从化妆水到精华液到乳霜到保护乳液 四瓶一起使用 可以让胶原蛋白发挥最大的效果 Bobbi Brown冬虫夏草亮肤露 讲到冬虫夏草 大家一想一定会想到说 那不是Bobbi Brown的粉底液吗 没错 其实Bobbi Brown的冬虫夏草 真的是在业界很红 那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 他们最新推出来的这个亮肤露 那其实亮肤露是业界第一个 从底妆红灰保养的一个精华水 精华省水 那这个里面呢 其实含有非常非常多的冬虫夏草成分 它大概是粉底液的十倍 然后再加上人参啊 以及玻尿酸跟荔枝精华 那一擦上去 你的肌肤就会立刻充满能量饱满的水分 以及你的皮肤会立刻透亮起来 我自己使用的感觉是 这个质地蛮特别的 它就是一个浓稠的精卤 你看它就是这样一滴一滴 它跟一般的水不太一样 就是比较是浓稠的一种乳液状 其实这种浓稠的乳液状 我刚刚有讲到 因为它里面成分里面有很多的玻尿酸 像玻尿酸就是这种有浓浓质地的感觉 如果晚上使用的话 你就把它倒在掌心 倒个几滴 然后搓热 这样搓一下热 然后就这样按一下肌肤 你的肌肤就像是 敷上一层水面膜一样 那就是整个晚上睡觉 你的皮肤就会非常的水亮 第二天醒来一定感受得到 那如果你是上妆前使用 只要使用一滴 之后的粉底液就会非常的好吃妆喔 玻尿酸啊应该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保湿成分 不管是年轻肌啊熟龄肌 只要用到的玻尿酸就好像是肌肤一定保湿的保证 加力宝啊它大概在1981年就开始很认真的研究玻尿酸 他们的实验室发现啊 其实我们的表皮跟真皮啊都必须透过不同的酵素来合成玻尿酸 它的作用不同 机制也不同 那其实加力宝的实验室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研究大大小小以及各种不同机制的玻尿酸 这瓶精唇露啊其实是加力宝上市蛮久的一个化妆水 它其实是一直是品牌默默热卖 就是一直很畅销的一个化妆水 那我觉得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玻尿酸 那我自己使用是觉得说它好像一直会生水出来 就是你擦在脸上啊慢慢的摩擦 它好像就是一直会不断的不断的生出水来 那很多人如果不习惯太繁复的保养步骤 其实擦了这个就是具有浓稠的这种化妆水 其实我觉得保湿效果就非常足够了 加力宝肌力蓬润美容露 亚洲女生啊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透明而且美白亮白 除了使用美白的产品之外啊 其实日系品牌啊一直都在标榜角质护理 那加力宝啊其实是最早最早提出角质保养的品牌 那他们在90年代其实就有推出一个就是角质美容液 它可以让你的角质的代谢能够正常 肤质就能够非常非常的透明 一直到现在加力宝进化成大K 就是它的那个Carnable都是大写的大K 它的角质保养一直是专柜上有一批默默死忠喜欢的粉丝 一直还很喜欢做这个角质护理的保养 像我手上这一瓶黑色包装的这个美容露啊 它其实就专门用来调整你的角质保养的 那很适合那种皮肤很干燥的人 可以让你有水平衡 并且在你的皮肤上啊形成很好很健康的一个防御能力 那其实这个黑色的包装我觉得现在也是非常流行 那这个大K的这个黑色的美容露 它其实就是中性的包装 重点是它不分肤质不分性别 其实男生也可以使用哦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引领风潮的七个美妆品牌 如果你还有什么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